开车上路如何避开危险 让田雍老师告诉你 今天咱们的案例是在高速公路上发生的 那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咱们从头看起 从这里咱们可以看到啊 前面速度比较慢 车也比较多 这有可能是 是什么呢 有可能是属于 十一啦 这种节假日高速免费 所以上车比较多 另外也有可能是前方发生了事故 OK咱们可以看到 这辆银色的小车 在中间穿插着 速度也比较快 视频车呢 也是跟着上去了 咱们看一下视频车 视频车现在加速了 银色的小车现在 击刹车了 为啥击刹车 有可能前面 已经遇到了事故 发生的地点了 有停车车了 路突然更窄了 他不得不刹车 旁边这辆车呢 大车也在刹车了 通过这两辆车来分析 前面肯定是 有车停在那或者横在那 需要慢速 交错的通过 而现在他们的速度 只能是击刹 同时这大车的车头 不算是说侧滑了 还是动了一下方向盘 侧尾甩了一下 正好碰到旁边的小车上 其实这个事故呢 对于视频车来说 它是一个幸运的 相当于这辆银色的小车 替它挡吧 OK 咱们再回顾一下 慢速的回顾一下 就说 赶上高速上 车比较堵的时候 就不要穿插了 为什么咱们科米一类说 依次交替通行 不是说文明驾驶 这么简单的一个方面 也是对咱们的一种保护 为什么要排队 为什么前面跟速度上不来 也是有原因的 在这里 其实前面这辆白色的车 应该是速度很慢很慢 甚至说是停路了 但是它呢 速度太快 躲不过去了 速度太快